新訪的壓縮叫做QRS波 它會有一個書章 就是這兩個訊號如果在 這兩個新訪在 壓進去之後再返回來說 會有一個波叫做T波 那基本上主要是這三個波會移動 那他們在更細分說 有一個什麼叫 PR段啊 ST段跟這個PR周期 QT周期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說 當如果今天有一個心肌梗塞的病人的話 他其實就是你的血的流動 的速度比較慢 跟一般正常人流動速度 動漫有東西 有阻塞你的血的流動 所以導致說你的這個 心磅膜的開放 的速度就會跟著有影響 所以就有影響到說你的T波P波 的長寬的比例 所以因此他們 就可以透過這樣子的 關係去找到說 哪一種的 心電圖的訊號是屬於心肌梗塞的病人 哪一種的訊號是屬於 健康的人的病人 健康的人這樣子 然後 然後 一個ETG的訊號 他們在那邊稱為是叫做 中文翻譯叫做導臣 然後就是一個例 那一個例的 那一個例的的話 它是屬於說 它是透過 你可以看右下角這個圖 那一個例的就指說 我一個電極跟一個電極 兩個之間的訊號 兩個之間 因為兩個電極就會有電位差 那這個電位它就會形成一個訊號 那我可以透過說 十個電極 就可以產生出十二個 一個 1KG的訊號 那每一個1KG的訊號 就是真正 他們的心電圖 訊號成出來的樣子 那他們就可以看 類似像這樣子的波形 那基本上 在不同的區域 聊到的特徵 基本上都會 比較符合 像這樣的形狀 可以看到他們 真正拿出來的形狀 都是很類似符合的 那 通常 大家使用的是 十二個力的 那個 的描述 就是在這篇Castardy的時候 它是使用的是 十五個力的 的1KG 那 它就是 它的電腦系列 就是從這個 FisiconeNet的 Database去取得 那 我 換來找一下資料 好像目前 最新的一些研究 還有就是基於這個 這個資料集 去做一些 心電圖的訊號 去取得站 那 我可以 其實它Wikipedia 它其實裡面 蠻仔細的介紹說 那個 每一個 可以 簡單看一下 可以一直用吸管嗎 我來請問一下 請問 我問人 請問一下 可以一直用吸管嗎 就是可以看到它 雖然它只有黏十個電子 那 十個電子黏的位置 就會像是說 剛剛那張圖 就是 一人一隻吸管 它會在 最主要是 會有六個 是黏在心臟附近 然後另外四個 是黏在我們的 左手 右手 跟左腳 右腳的地方 那它就會去 透過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有各自的 四個電體的位置 在這些位置 然後 之後它就會透過 每個電體之間的關係 像說 剛剛有看到說 它的導層一二三 就是 左臂跟右臂的電位差 這樣的關係 然後 導層二 就是左腿跟右臂 下面是說 AVR AVL AVF 都有各自的 兩個電位差 之間的關係 那 這些關係 這些特徵都是 透過 從以前到現在的人們 去觀察 心臉所訓導的時候 哪些是 跟病人相關的 一些訓導 可以拿來使用的 對 那 所以說 它這邊就是把 它的那個 每一個導層的訓導 在這個資料集 它把它標記成說 就是剛剛看到的 一二三 導層 然後AVR AVL AVF 然後 VYMV6 就是貼在心臟附近的那個 訓導 在 然後 因為 Wikipedia只有十二個導層的 所以沒有看到 十五個導層 這個就是代表各自什麼意思 那 在這個資料集 它全部有 有四百四十七個EKG的 的 訊號 那 它裡面呢 有七十九個是健康的人 然後三百六十八個是 呃 有 輕輕感測疾病 而死亡的 的 病人 他們的心念圖的訊號 然後 可是 它也有提到說 這一個資料集結 其實有一些 資料是 錯誤的 那它在後面有特別去 描述到說 它怎麼樣透過 呃 透過一些 呃 方法去找出 去修正這些 錯誤的資料 然後 它每一個訊號呢 它其實都是 量測 呃 用一千赫子的量測 量測 呃 幾分鐘 可是 這麼多的訊號的話 就是 你每分鐘 然後 有一千個赫子的資料 這其實 它資料量太龐大了 那所以 在這邊 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 用那個傳統的 它其實是用人類設計的 就是人類觀察 呃 心靜感色病人 它會有什麼樣的特徵 然後就是這樣去找出 去 呃 去找出一些特徵 它不是像說 傳統的 會用一些什麼PCA 降維的方式啊 或是 一些傳統的降維方法去做 它是直接 取用是 人類設計的 人類觀察病人 而看到的特徵 去 擷取這樣 所以 呃 這就是 呃 這一個人 他就是第一個 呃 去發現說 一些 心臟相關那邊 欸 心電圖的訊號 然後跟一些病人的一些 其實它不只是心肌梗塞 它有其他一些心臟相關的疾病 都可以透過心電圖訊號去 找出來 那 這個就是 它在這邊描述了 呃 在這 第一個 這邊它就描述了很多不同的 的疾病 它的 的特徵是什麼 然後在這一邊 呃 在這一個CAS的話 是基於這個文献去描述它的特徵 所以它整個特徵 其實它有47個 特徵 那 其實大多數都是跟那個 跟這個波形有相關的 像說像 像你看到說什麼 呃 QT的Interval 然後還有PR的Interval之類的 相關的東西 那 比較常見的說是 你的年齡 然後你的性別 然後你的心臟的 呃 最大心臟的跳動的速度 這樣 這是比較常見 然後其他幾乎都是跟這個 呃 這個 心臉組有關係 對 這邊都是 就是心臉組的平均 這個Segman的平均值啊 然後就是它的 LumiSquade Arrow 這樣 欸 和LiS 對 那接下來呢 它就是 要準備去做訓練 然後要去分類說 這個心臟組的訓練 它是屬於 是 痾 是健康的 還是有疾病的 所以它就是 呃 我們剛剛講到 它有447個 紀錄 然後它就把說 健康的的 它的光速值標記為1 然後不健康的 是標記為-1 那它的特徵的Input就是 47個維度這樣 那 我這邊再提到說 因為 我們剛剛提到說 因為它的資料裡面 就是 其實在大多數的 醫療的資料裡 都有這種趨勢 就是說 健康人的 呃 應該說我覺得 很多的 應用都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 資料是Imbalance的 就是 健康的人比較少 可是 不健康的人的資料比較多 所以這導致說 你在訓練的過程中 可能你會導致 呃 比較偏向 他 你應該要去辨識到 健康人的資訊 應該很乖 一般來講 他這個CAS比較特殊 因為他可能是要 其實就是專門收集 有心理理理理理 然後隨便篩集一個 健康人 大部分的情況下 都是健康的居多 對 對 這個比較特殊 所以他這邊其實有提出兩個方法 第一個概念是想說他直接用那個 Waiting 的3Squad Error 然後去做完他的Performance的 Index 的指標 那 所以他就是對於說我健康的人的話 他的3Squad Error 就會給他的Waiting比較大一點 然後如果有疾病的就比較小一點 那他這樣最後的機會 就會讓他們兩個的 他們的評價指標就會達到相同的效果 但是在本編的Case Study 他是採用另外一個 他是直接更直接的是說 他直接複製健康人的資料 讓他複製到跟一般的人的 跟有疾病的人的資料一樣 可是我覺得這樣做好像也是 沒有達到一個效果 因為等於說他是少了很多 健康人的一些information 就是 沒有更多樣化健康人的一些資訊 很多都是 就是因為他複製很多 健康的人的病例 然後讓他達到跟不健康的人一樣多 只是我覺得這樣還是沒有達到他的效果 可是他是這樣做 他這樣做是因為 在現實環境下 他沒有辦法取得更多人 所以他 他這兩個就是 代表性的 Imbalance Data的處理方法 這兩個方法我以前都有用過 所以他如果這樣把正的 複製跟複的一樣多去 他基本上就是要讓 Imbalance Data 變成兩個更Balance Imbalance Data 如果是兩類 就是一個多一個少 所以我們叫他 一種裡面用的方法就是 把他掃的那個 每次的時候就重複繞 比如說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他就是 從裡面在這些 少的樣本裡面 隨機繞一個出來 讓他看到的次數 跟另一類多的樣本 次數是一樣多的 可是我想說 他可以補一些回來 但是他跟你兩個都一樣多 還是有差 因為我想說他這樣的話 他進湯的人 路洋性好像比較少一點點 另外一種他有提 但是他沒用 這是第一種 他用 Waiting 的方式 那 這種就是 一般你在寫的時候 比如說 我們在 Train 的時候 他有那個 Loss 你就把那個 少了那個 Loss 把他設一個比較大的權重 所以他懲罰更多就對了 然後他這邊還有在多一些限制就是說 他在分那個 Ragation Set 跟 Chasing Set 的時候 還有 Training Set 的時候 他有特別提到說 複製的 Data 居然只有在 Training Set 會出現 然後在 Ragation 跟 Chasing 的時候 沒有複製的 Data 這樣子 然後就是 Ragation 跟 Chasing 都各的 15% 然後 Training 70% 這樣 然後他這邊一樣 就是做一些正規化 就是基於千幾個章節的方法 然後就把 我 input 的資料 把正規化到 -1 跟 1 之間 然後基於這個 方式去做 那另外他就是 還有 為了避免那個 Singulate Function 的 保額的問題 所以他也讓他 Singulate Function 的速度 調整到-0.76到 0.76 這樣子 然後這就是他 使用的那個 網路的架構 然後因為最傳統的 新網路架構 是以 2 層的隱藏層居多 那這邊他就是去設計了 兩層的隱藏層 然後每一層的話 就是有 10 個 Neural 在裡面 然後就是這邊看到說 我們剛剛有 input 是 47 個特徵的維度 進來這樣 然後經過這個 他設計的是 是 Tangent的Singulate Function 然後他兩個層 然後就得出 他最後輸出的結果 想請問一下 可是 他有一個 幾分鐘的 這個 那他是 有很多小段 然後有一個 抽出器 而這個是這段 有一個抽出器 沒有 他 47 個其實都是 那個 訊號的 Stand-up Variation 然後就是他的 平均值 所以他已經把它 量化不夠一次了 所以他的 那個 400 多元 真的就只抽出 他原始的 400 多筆 他其實每一筆 都是 1000 赫子的 的資料 這麼長 對 就幾萬個 對對對 然後這麼長之下 他就去算他的平均 就是每一個 可能第一個導程的 平均值 然後他的標準差 然後第二個導程的 平均值標準差 然後這樣的方法 去把它列出來 這樣子 就是他這邊 他這邊列 就是看到說 他就是 QT Turbo 的 平均值 或者說 他的 Maxima 這樣子的關係 這樣子 然後他在這邊的話 他的優惑方式 是使用那個 共惡的 T Turbo 方法去做計算 這樣 然後他就是 他有提到說 你看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 他是說 這是 呃 他有提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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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直接 他有提到 他就直接 提到 不是用來提到 超頻質這樣子 這麼多品質 然後他看到這裡 他可以看到說 這是他們訓練出來的結果 那 他右下角就是 他的那 那 那在配對regnation 基本上就是 我們都常常把客人說是 所謂的true positive 或是 false positive 這樣的問題 那就是這裡看到他們的 confusion matrix 就是 左上角都是呈現的就是說 TP TP 指的是說 所有健康裡面的人 他檢驗正確的數量 那FP 就是他健康的人 檢測錯誤的數量 那接下來就是 false negative 跟 他把 negative 定義可能是有疾病的 然後pastio 定義可能是 健康的 所以說 有疾病的人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就是這樣這樣子 然後所以看到說 這樣算出來看到他的 accuracy 就大概是92.9 然後 position 也是92.9 record 72.2 這樣 那這個 confirmation 跟傳統不太一樣 他是把 accuracy 把它擺在 這邊 然後record 擺在這邊 然後就是他的 說說 accuracy 在右下角 然後這是 precision 然後這是 record 然後這是另外兩個的指標的參數 對 然後左邊這個的話 是他的 ROC 曲線 那 ROC 曲線 就是指說 我們希望的是 指說能越靠近 藍色是直接從 0 到 1 然後接下來是 1 到 1 這個藍色直接走 那其實他也看到他的結果 是很趨近於說 我們想要的結果這樣子 那接下來他有提到說 因為他們的資料集是 embalanced 所以他就提出 他其實就用那個 摩尼卡羅的方法 摩尼卡羅模擬的方法 然後他就是去 隨機去將 這些資料集 隨機分成那個 training 然後rejection and testing的 資料集 然後 我覺得這樣的概念有點像 然後再去做訓練 然後每一個網路的訓練的時候 他的權重都是隨機去 initio的 我覺得那種概念很像 就是Cosperization的概念 然後就是 讓他這樣去評估說 他原本訓練的網路 跟他隨機 把資料集隨機打亂之後 在網路訓練出來的效果 沒有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這樣 通過這方法 他後面有提到 有沒有等一下再講 然後看到說 經由這樣的概念 然後就是去 得到說 因為他是隨機的 去分資料集 所以他可以得到 平均 每一個資料集裡面的 健康人數大概是 接近於12 然後 他可以正確辨識的 正確辨識 健康的有9個 那 全部有的4個 平均有的4個 是 有疾病的 在測試集裡面 那他有50個 可以正確辨識到 然後可以看到說 他的 accuracy 也是很接近於 原本的 原本剛剛的網路的結果 然後只是說 他的 體系群就有明顯的下降 這樣 然後他有提到 他有去記錄說 呃 他 沒有特別講 很總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看不出來 它很總是什麼 只是他這邊 只有講到他的 他的 percent error 就是 像說這個是 平均出來的 他的 accurate是90.5 所以他的 平均出來的 度差略就是 9.5這樣 可是他沒有 所以你剛剛說 他的這個 呈現率高時分部 然後他的 平均值就是 帶來9.5 在正中間的部分這樣 可是沒有去 特別提到說 他這裡很總 代表的是 什麼樣的意思 然後他就是 因為剛剛前面有提到 就是說 這個資料集 他其實還有一些 錯誤的標準 所以他就是說 他可以透過這個 蒙蒂卡羅的方法 去幫助說 去找到一些 就是如果你再 重複的 在訓練的過程中 發現都有一些 資料是 呃 就是被誤判的 就原本代表的是 這個資料 是你標誌錯誤的 就是透過這種 蒙蒂卡羅的方法 然後去 隨機分資料集 然後去檢查 檢查 就是 錯 辨識錯的資料裡面 有沒有重複 都同樣一筆 資料都是辨識錯的 然後就可以去修正他站 然後他另外 就是提到就是說 一樣 透過傳統的方法 他就可以去 可以看到 可以去發現說 都辨識正確的資料裡面 到底還有 什麼樣的特徵 可以更能代表說 是屬於 那種 透過信念組 去找到 心理可塞病人裡面 更重要的一個 的特徵在哪裡 然後他這邊後面 很好 所以提到就是說 嗯 他可以結合 各別的 就是 因為他剛剛那個 蒙蒂卡羅的方法 其實train了很多個 網路 然後他說 他可以把它 結合在一起 可是這個方法 我不知道 有什麼話可以這樣做 因為他其實 他是這樣講 但是他的 樹沒有提到 一句話 這樣描述這樣 然後他另外 有提到說 因為透過蒙蒂卡羅 這樣子 訓練了很多次之後 他其實也可以 透過一些 投票的機制 然後來 讓他的 那個 辨識的效果更好 這樣子 對 他基本上大概 整體的 這個方法 就是這樣 他用 紅利卡羅去 Random style 會比 一般 Course Relation 的方法 有一點 會 我覺得比較優 就是 一般我們做Course Relation 是等分的 對 那如果你的 Data 是有 那個 Relation 就是某些 Data 它的屬性 是騙在前面 的 區域 有些屬性 騙在後面的區域 那 你即使用Course Relation 它 兩個 這幾個模型 那結果就會 差異比較大 但是它是Random去 塞的 所以它分成一千組 每一個 的組成 都是Random塞進來的 所以它比較 對於我剛剛講的 那種情形 它的 抵抗力會比較好 大家有沒有 其他問題 還是一般 本來也知道 就是 分圓分類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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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做二元分類 有的沒有 對 也是二元分類 它這些是 露使是MS 因為這這本書比較舊 所以 所以在 在那個年代 有很多 我們現在的常用手法 在那個年代 並不普頁 所以,他有一些東西在,我覺得看成書有些東西其實在現在,在過去的歷史長而,他存在的現在反而被大部分主流忽略了 我覺得有一些東西可以從書裡面拉到一些滿滿surprise的一些有用的資訊 另外一個問題是比較好奇的,就是我們玩的主選,基地學習為農業文化書局,農不達的書局 他也是幾百遍,課程訊成績也要上,他會死不清的,會不會拿這個,當然會不會太多大 然後,我們都要拿那種基地學習的東西去分,因為他課程對你抽好,都效果比較好 我用傳統基地學習,然後直接做他的分類的效果 蠻好吃的 傳統基地學習,如果像說用SPM的話,我覺得應該也是可以做得出來 因為他也是單純二元類而已 這樣的Data跟Machine Learning,搞不好Machine Learning的結果會好一點 好,如果沒有教我們謝謝博士,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